6月20号下午6点多 在四川德阳市的闹市街头 发生了一起持枪劫持人质的事件 两名毒贩持枪先后绑架劫持了7名人质和警方对峙 这是小区电梯里监控拍下的画面 时间显示为6月20号18点19分47秒 电梯门打开 9个人挤坐一团 无法摇摆着进入电梯 这时候可以看到 这9个人是被一个白色床单绑在一起的 最前面的是一位威胖的中年妇女 旁边是一位抱着小孩的老年妇女 两个人都光着脚 最后其他人也进入了电梯 一名光头戴眼镜的人 左手搂住那位中年妇女的脖子 右手搭在另外一位女子的肩膀上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光头手里还拿着一把枪 紧跟在光头后面的是两个十岁左右的少年 以及另外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 刚进入电梯 光头就用手枪枪柄打碎了电梯里的显示器 然后躲在电梯右上的角落里 前面都是人质 最后他用拿枪的右手 按下了电梯里的一楼按钮 电梯门慢慢关上 18点20分26秒 9个人中的一位年轻女子 捡起地上的碎玻璃 扔向了监控摄像头 这名光头和试图破坏监控摄像头的女子 就是这次劫持人质的两名犯罪行人 杜某和曹某 39秒后 电梯到达一楼 犯罪行人杜某 左手搂住一名人质的脖子 右手持枪 劫持人质走出电梯 然后带着人质向小区大门 与此同时 在事发的小区外 德阳市的15名特警赶到了 警方很快了解到 小区只有三个出口 一个是后门 平时都是锁着的 一个是地下车库 一个小区的大门 赶来支援的德阳特警 就分作三个战斗小组 分别在这三个出口附近部落 当时杜某劫持人质离开电梯之后 先是来到小区楼前的空地 发现小区大门有警察 杜某带着人质来到了地下车库 发现同样有警察 最后杜某带着人质走到了小区大门 为了能解救人质抓捕嫌犯 警方在小区门口外 布置了两名狙击手 可没想到 当杜某一行人走出小区大门时 杜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地毯 盖在了他和人质头上 这给狙击手的射击带来了困难 劫匪用床单将人质 以他们捆在一起 劫匪藏于人质中间 警方难以精确地锁定劫匪 在另外一段警方提供的视频中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几名警察正在小区门口附近布控 人质和犯罪嫌人头顶着地毯走了出来 因为头上有毛毯 腰上有床单 人质和嫌犯移动的速度很慢 就在警方观察情况的时候 劫匪突然开枪了 在嫌疑人开满一枪之后 人质顶在头上的地毯滑了下来 在一阵慌弯之后 在劫匪的威胁下 人质重新把地毯拉下来 劫匪控制着人质继续向路口移动 就在这时候 刚才抱着小孩的女人质 在刚才枪声的混乱中 解开了围在腰上的床单 因为地毯的车挡 劫匪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就在一行人在向路口移动的时候 这名抱小孩的中年妇女 被劫匪弄了下来 而剩下的人质被嫌犯逼着 继续向路口移动 最前面还是那位穿橙色上衣的女子 原本围在腰上的白色床单 已经滑落到了膝盖的位置 旁边是一位抱着小孩的婚女 地毯挡住了她的脸 可能是因为紧张 原本抱在胸前的孩子 也滑到了腰上 人质和劫匪离开了警方的监控点 继续向路口移动 能看到因为床单刮到膝盖位置 后面的两位少年走路的姿势 都有些蹒跚 人质移动到离路口大约还有四五米远的位置时 停了下来 抱孩子的老年妇女喊了起来 我叫她把小孩放在地上 小孩进去营救 太紧张了 没办法把她自己小孩放下 因为人质的挣扎 顶在头上的地毯再次滑落了下来 被穿橙色上衣的女子扯在身后 她趁机挣脱了白色床单 然后把地毯盖在了其他人质头上 橙色上衣的女子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脱离了结尾的控制 还在整理着地毯 在警察的提醒下 她才意识到可以逃跑了 在地毯的遮挡下 一位看不到脸的女子 用手拉住了青色上衣的少年 然后继续向路口移动 少年的手上还提着白色的床单 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下班高峰期 事发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多 而且犯罪嫌人手里有枪 随时可能伤及其他无辜群众 而这时候距离犯罪嫌人 最近的有三名合作人员 傅月林 刘文林和包黄金 靠着平日里训练养成的默契 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战斗小组 在离路口还不到两米远的位置上 傅月林举着盾牌 利用地毯挡住劫匪视线的机会 慢慢靠近 弯腰避开隔离带 然后放下盾牌 向劫匪冲了过去 地毯往下滑落的那叉辣间 犯罪嫌人拿持枪手 去拽头部的那叉辣间 我觉得机会来了 手握他的持枪手 进行对枪进行控制 用了一个锁喉摔 直接徒手一个锁喉 将他控制到地上地面上 就当时按在最底下 然后其他队员马上就进行支援 我是把枪给他控制住的 警方第一时间控制了杜某 还握在手里的手枪 并搜出了六发子弹 几名人质在检查之后 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 在简单询问之后 警方就安排他们回家了 两名劫匪被警方控制 七名人质也顺利地被解救 在现场 民警还缴获了闲人的手枪 以及六发子弹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把手枪只是一把仿制手枪 而之前劫持人质的那名光头 竟然是一个女子 事发之后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现场 这条路就是华山路 而旁边就是警方 解救人质的白河巷 两边都是一些店铺 还是挺紧张的 就是我最担心的时候 我说那两个小朋友 肯定吓坏了 因为太小了 留下肯定留下阴影 特别是看那个 特点扔了正台 后还好像扮了一条胶子 就特别特别紧张 我们那同事都吼起来 哎呀呀 都挺担心的 但是孩子 他反应速度挺快的 就四五秒左右 来就把他给制服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 商铺里的人 还是心惊肉跳 而按照他们的指引 记者找到了 发生劫持人质的小区 36号公馆 据小区保安介绍 这个小区并不大 只有三座楼房 每座最高都是11层 而劫持人质的嫌犯 就住在小区里 事发时 是他们刚搬进小区的第二天 他18号 晚上来的 20号 下午就带走了 保安说 事发时持枪的光头嫌犯 其实是个姑娘 姓杜 而另一名嫌人姓曹 就租住在这个单元的11楼 记者进入电梯 正好遇到了一位 住在11楼的住宫 这位邻居说 他们这个单元是一梯四户 他住在东头 嫌犯住在西头 他们并不熟悉 当记者来到11层时 在最西头的这两间房间 右手边的1102号房间 就是嫌犯杜某租住的屋子 现在已经锁上了 而按照邻居的说法 当时杜某劫持的人质 就住在左手边的这个屋子 1101号 有人吗 据邻居说 事发时 1101房的户主 是一位老年妇女 也就是后来电梯里 抱着孩子的这位 而其他人质 分别是他的孙子和侄子 朋友和朋友的孙子 事发后 因为受到了惊吓 他们已经都搬离小区了 而按照邻居的说法 嫌犯杜某刚搬来没两天 和周围都不熟悉 不可能因为邻里纠纷 才要绑架他们 如果没有纠纷 为什么杜某 会要绑架自己的邻居呢 6月21号晚上 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成都 通报了这起案件的一些细节 通报里是这样说的 6月16号凌晨 成都警方在成亚高速输费站 设卡盘查时 抓获涉嫌运输毒品的 两名外地来容犯罪嫌人 而这两名嫌人 就是后来劫持人质的杜某和曹某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贩毒罪量刑的标准是贩卖甲鸡本饼案 也就是俗称的冰毒50克以上的 而民警现场查扣的冰毒数量是1.4公斤 按照刑法已经达到了死刑的量刑标准了 可就在民警继续盘查的时候 没想到其中一名女犯罪嫌人竟然开枪了 这个女嫌人就是后来劫持人质的杜某 后来杜某和曹某当场逃脱 在6月16号两人逃到十方后 先是通过朋友在事发的小区租了套房子 想避避风头 可没想到6月20号警方还是找到了他们 在人质结识案发生前的当天下午 警方曾经强行破门对杜某和曹某进行过一次抓捕 据警方介绍 当时成都特警破门而入的时候 杜某把同伙曹某劫持为人质 并且连开了三枪 逼迫特警退出房间 而当时杜某为了逃避警方抓捕 剃了光头改变形象 让警方误认为他是男的 为了人质的安全 警方只好暂时退出房间 杜某用同伙曹某做假人质逼退了特警 那后面杜某又是如何劫持另外几名人质的呢 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嫌疑人杜某 他就是之前持枪劫持人质的那个光头 但他并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从办案民警那里我们了解到杜某今年34岁 有多年的吸毒时 他在逃跑这三天里面 不停的吸食病毒 没有进行睡眠 在抓捕他的时候 我们在他的医院准备之间上 医生对他的针断就是 就是说一个长时间 吸食病毒 没有睡觉 没有进行 应该说包括在我们抓捕他的时候 整个过程 他他自己放在一个电影阻止里 产生的毒药 根据办案民警介绍 杜某的家庭条件很好 母亲对他非常溺爱 可惜因为染上了毒品 后来又接触了一些贩毒团伙 这才让他越陷越深 毒品不强制措施 如果他没有产生吸毒 他的行李就不会 有趣 他就被采访一种 砍着 就是在警察被他实施抓捕的时候 他采访一种砍着 他两时候没有钱 而案件中 另一个嫌疑人曹某 今年25岁 是十方人 曹某说 他和杜某是老乡 也是朋友 两个人都吸毒 平时他的毒品 都是由杜某提供的 6月20号下午 警方第一次进屋抓捕时 起初杜某把他当作人质 按照曹某的说法 起初他并不想劫持人质 但最终在杜某的逼迫下 他跟着一起行动了 目前警方正在对枪支和毒品的来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对于毒品和枪支 我国的法律是零容忍 杜某和曹某也势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